西藏支架手术 西藏支架手术也叫做冠状动物美支架植入手术 这个手术是用一些特殊的器材 把球囊支架通过人体的自然管道 放到西藏的特定的部位 这个是目前治疗关系病一个重要的手段 用了这个球或者支架以后把这个血管扩开 扩开以后血流去流过去 这样子可以治疗膝脚痛或者是治疗吸气梗死 目前支架这个方法非常的普遍 它也叫做一个微创手术 为啥微创呢 就指的用这个自然的血管 可能是饶动物美或者是腿上那个鼓动物美 然后放进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估计咱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很熟悉了 或者是周围的朋友啊 或者是亲戚朋友可能都见过这样的事情 总的来说 这个支架是治疗我们关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目前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发的都非常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